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我是朱哥 幫他介紹過了Focus的五門版本及Ruggen版本 但今天朱哥幫你準備的是最特別的 Focus Active Villare車型 跨界版本 今天這台同樣是改款、進步、進化非常多的 Focus Active Villare的頂級車型 八角型的水箱護罩旁邊還有鍍鉻的飾條 但因為他是跨界修旅的角色 所以下方這裡全部都是防刮的材質 外觀的進化包含了Focus的Mark往下移 以及蓋的折線往上升 與其說這些進化非常漂亮 倒不如說這次最大的改變就是這組燈了 福特最新的Matrix LED的頭燈 它裡面有著120顆LED的晶片排列 它的八大功能舉凡是水平以及轉向輔助之外 它當然有HB的自動遠光燈功能 同時它也能夠進行遠光燈的遮蔽 不會去閃到你前面的車輛或是行人 而且它根據速度改變它的光型之外 它也能夠根據車道線去進行轉彎 但是它的旅圈就沒有像Wagon以及五門版本的 搭載懸壓駐造旅圈 它前方這裡的避震器呢 則是呢 身高的4公分 後方這裡的避震器呢 也是身高的4.4公分 它下面防刮 車身提高 你就比較能夠去挑戰這種 像是那種砂石地 未鋪撞路面 這個改款之後的尾燈呢 LED的光條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呢稍微有點熏黑的設計 好看非常非常的多 它原廠就有這個車頂架 雖然是霧黑設計 但是有了這個之後呢 你就能夠加裝這個 外面改裝的車頂架 有車頂架之後呢 就能夠裝上這個跨界的行李箱 車身高度 車身的線條 車身的顏色 搭上這個車頂架 我個人覺得 它非常有一種跨界休旅的美感 然後它的椅子本身呢 也是皮革有進行改變 這是最新的Sensico的透氣的永續皮革 實際做起來我覺得呢 它的柔軟度 還有這個花紋設計 比起改款前真的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不再是呢看起來有造型 但做起來柔軟度不夠 而它的駕駛座呢 是有電動調整的 不過呢 副駕駛座則是手動的 它進化最多最多的地方 就是中間這個最新的 13.2吋的SYNC4的螢幕 它裡面的動畫的改變 你會發現 現在比起改款之前的進步非常多 因為呢 它的畫質來到了2K 而且它的導航 會整合在中間的 這12.3吋的數位的儀表板裡面 這個比較傳統一點的抬頭顯示器 還是一個塑膠板的 但至少 它也會有導航的訊息顯示在上面 它的冷氣呢 整合在了中間的SYNC4的 數位的螢幕裡面 但你打進了倒檔之後呢 它的倒車顯影呢 當然第一個它沒有360度環境 但它倒車顯影呢 它的後方的鏡頭的畫質 就不是那麼好的 它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全部都變成了無線的 這是非常棒喔 完全不用接線 連接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這是Active的跨界車型 所以它方向盤後面呢 沒有換檔撥片 而且呢它的轉盤式的 這個排檔座呢 它也沒有任何手自排的功能 在這台車上面 沒有辦法進行自己的手自排換檔 這是你在買這個Active車型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的 雖然說那一專看起來 跟五門車型非常像 包含了BMO音響啦 最新的SYNC4 13.2吋啦 12.3吋的數位儀表板 台東顯示器啦 都有了大全配 甚至就連這個椅子旁邊 都有這個專屬的VILALE 這個椅子的字樣 非常好用 但是呢 Active車型獨缺的換檔多片 還有手自排的功能 還好的是呢 它下方這裡呢 一樣是有這個 手機的無線充電板 不會因為晶片短缺的原因 把它省下來了 下方一樣有12伏特的電源 一個Type-A 還有一個Type-C的充電插座 算是非常的完整 由於這台車呢 它從底盤到內裝 整個都是與德同歸 比照歐洲車型 所以呢 這個地方 它冷氣出風口不見了 但這卻意外的讓一些 外廠的改裝的店家呢 找到一個商機 因為呢 要把這個 冷氣出風口呢 把它復原其實並不困難啊 它這個車門的玻璃的厚度 它比起的日系車真的厚非常非常多 就算這台車呢 它是國產車 第二個是呢 它就連後面的門板這裡 也是跟前門一樣 都是軟質的材料 不會因為像是有些歐系車 沒錯我講的就是浮絲 浮絲前面軟質後面硬質 浮絲前面軟質後面硬質 這樣子接軟成本不是辦法啦 浮特就不會這麼做 把這個安全帶這邊 額外有個扣子把它給扣住 不要讓它每次椅子倒下來就夾住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的設計的話呢 Focus的後座會更加好做 而且這裡呢 也希望它能夠呢 在最旁邊這個地方 也能夠鋪上這個 像椅面椅背一樣的軟質的泡棉 就能夠讓我們坐起來呢 躺的面積更大 椅子放倒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裡呢 會出現一個斷叉 如果以跨界修理來講呢 希望它能夠有多一個板子 做成雙層 讓它後面可以整個平整的話呢 錄影起來會更加方便 根據我們跟福特六合原廠的了解呢 現在這個全新改款的福特Focus這顆引擎 涡輪水塞都已經換成了全新改良品了 而且呢 之前車主如果說涡輪水塞的問題的話呢 4月份原廠就要進行召回了 所以這顆引擎本身的涡輪水塞 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那這台呢 Focus的Active呢 它的獨門的武器呢 比起它的兄弟們呢 就是多了這一個 叫做未鋪裝的路面模式 就算它是前輪驅動 但這個Active本身呢 輕越野沒有問題耶 所以呢 這並不是一台加高的Focus而已 它多了這個非鋪裝的路面模式呢 讓它真的可以有一些跨界越野的功能 3 2 1 走 起步有點Lag 但是呢 它整個加速力道的感覺呢 還是中規中矩的 你不能夠當它是一台這個ST 跑車級的 但是呢 它整個開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 回到路面之後呢 它引擎的反應輸出呢 跟五門以及Vagon版本呢 還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最新的Copilot 360它的進化 當然啦 它的跟著前車走的速度 自動踩油門 自動補煞車 一樣是非常柔和 它有車速速線排的自動辨識 就是在意表板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跟路上的速線排 一模一樣的標誌 它非常好用的是呢 它的Copilot 360 它的車速會自動跟著它路上辨識到的速線排呢 去調整你原本IACC自動跟著速度 它的盲點偵測是呢 當你發現車側呢 有後方來車快速接近的時候呢 它會有自動的輔助煞停 當你要左轉的時候呢 它發現有自行車來 它也會十字入口自動的煞停 這幾個功能呢 都是這一次呢 最新的這個Focus小改款的Copilot 360 最新的進化 加上前Focus的Active Villare Active跨界車格 但我能夠跟你說呢 它還是一台Focus 它操控起來的整個的穩定度 還有側傾幅度小的這個狀況呢 其實跟我們版本呢 並不會差別非常非常的大 至於呢它的引擎的部分呢 大家會說 哎呀怎麼沒有用上這個歐洲最新的1.0的直列三缸 有48p輕流電更省油啊 現在這台車用的還是直列三缸的 182p 24.5公斤扭力的這顆引擎 好像有點舊對不對 也沒有用上長安福特的直列四缸 但是我覺得這顆引擎幾個優點 第一個是呢 比起長安福特的直列四缸 台灣這一顆直列三缸引擎呢 我覺得它運轉品質 一點都不輸給四缸引擎 原廠針對液壓法體的進行調整 我覺得要換檔積極度變快了 雖然說一就是比不上自首牌那麼的快 但比起來改款之前換檔積極度變好 Active車型它並沒有手自排的功能 它不只呢方向盤沒有換檔撥片 它就連轉盤式的這個旋鈕的排檔座呢 一樣也沒有手自排的功能 所以呢你買這個Active車型呢 你要發揮這個Focus 它的變速箱八速換檔的全部的馬力 全部的它的技巧的話 都必須要透過你的油門踩踏 沒有手自排 當然它車身變高了之後呢 加上它的配胎扁平比變成50了 而且配的也不是五門跟Wagon車型的 米其林的PS4的跑胎 它搭載是固特意的節能的抓地胎 所以呢扁平比變厚加上呢215的胎寬 加上它也不是跑胎之下的 當然過彎抓地力呢會稍微差了一點點 它雖然是跨界的車格 但是不要忘了它的底盤 它的引擎配置還是跟五門以及Wagon一模一樣 它並不會因為它跨界的車整個就沒力 或是整個的避震器就軟掉 所以我覺得Active的確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如果大家可以這樣看 我們就繼續看看 我們會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 我們會有一點點